快就完成这个网站了 再来title部分 title我们就移到index这边 index上面的title它要我们 做什么呢 就是上边界跟左边界均为0 网页背景颜色为0000ff 所以呢这里的话格式背景的地方 先找到这个进阶里面 上边界跟左边界都0 再来背景颜色部分就在背景这边 其实这个RGB 应该是blue blue的话应该是蓝色 所以背景的话一定是蓝色的 再来这个动画 动画的部分就是要三张找 六张找三张 就是0308跟0309 到0313这边 而且要间隔一秒钟播放 而且不能有那个毛边现象 一集三张需要调整到一字 一次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看我们干脆直接来做这个动画 那这个动画其实蛮简单的 动画就是用那个所谓的photo impact 里面有个gif emitter 这个软体 那这个软体的话呢 首先就是你就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这几张图 那这几张图档 我们其实就在前三张好了 把它点两下之后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解析度好了 这张解析度是多少 从这边看得出来吗 这样看不出来 我们其实比较简单的方式是 在那个 这边 如果要看它的解析度的话 我们可以切换到那个 模式 这个模式就是 检视里面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资料夹 看一下资料夹这边看得出来吗 资料夹 这边有没有一个解析度的一个讯息 没有 或者是到 或者我们先缩小 直接到那个电脑里面的那个 C叠底下 C叠底下我们的Web03这个里面好了 那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images里面 这个我们把它检视详细资料好了 详细资料里面 这边应该有个 尺寸 你看一下尺寸 这边有个尺寸 那这个尺寸呢 03 08到 有没有看到 它这个解析度就是 150乘上 119 或者162 164 或者是 150乘上109 那这个地方 我们用前三张好了 如果要做成动画 那宽度 150都一样了 可是高度有没有 它不一样 我们这个地方三个干脆 通通把它改成120好了 就是150乘120 所以说这地方 我们如果GIF Animator里面 第一个要做 编辑里面有个叫做 调整影像大小 影像大小的部分 我们就150乘上 这个维持宽高比打勾取消 120好了 就是这样一张 按确定 接下来把 刚刚那几张图 用所谓的 新增影像的方式 把它汇入进来 在档案里面有个新增影像 那新增影像 找到C底下的 Web03 Invenges 把那个0308到0310把它选取起来 那特别注意哦 新增影像的时候 一定记得把那个下面这里 这个地方很容易错 插成星的画格一定要选取 否则如果你没有选择插成星的画格 它会叠在一起 一定要选择这个 插成星的画格 好有没有 123就出 把第一张有没有 这个空白的嘛 把它删掉 那预览看一下 诶 有没有 可是问题来了 这边呢 它速度太快 所以要把速度放慢的话 把它选取 按shift的键 选取按右键 画格内容 这边改成多少 一秒钟要输入 100 100分之100 就是1 这样就可以了 那可是它另外有个问题 不能有毛边现象 所以毛边现象就是说 下面这个要填满 那怎么办 点两下 比如这一张 点两下 大小它原来是119 那可是它这个底框是120 所以我们有个 就是维持框高笔先取消 把它改成120就可以了 让它的大小刚刚好填满 那这个的话也是一样 大小把它改成120 这个一定打钩不能打钩 那它就会有点稍微 把它说一下就对了 这一张也是一样 点两下 这边把它改成120 按确定 最后就把它 另存新档成GIF 那这个图档的话呢 我们把它一样存在 C底下Web03的Image 那这一张的话 根据它要求是要 存成什么档案名称呢 它没讲 所以呢 我们干脆存成 叫0314好了 应该 只要名称不一样 就可以了 这边没讲说 哪一个名称 我们0314好了 好那GIF 就可以先把它缩小 再到front page里面 我们就再切换回网页的模式 直接把刚刚0314 它现在不会出现 你按那个重新整理一下 0314 或者有的时候 它没有出现 没关系 你用插入图片 重档案 再去底下找 有的应该就会出现 刚刚存的 那问题应该是我刚刚存的路径 我看一下另存新档 存的路径 路径不对 难怪会找不到 0314 好那这样的话呢 这边应该就会有了 如果没出现 重新整理一下 出来了 拖拉过来 这样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把这一张图 它要求我们怎么样呢 水平至中对齐 所以按一下那个 至中对齐 水平至中对齐 或者点两下 这边有个叫做 至中水平的方式 对齐方式的话呢 就是 这边也可以对齐 也可以选择中 或者至中 这个地方都可以 按确定 好了以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说 在那个图片上设定连结 那连结的话 就是按右键 超连结 连结到哪里呢 这是国家公园的介绍网首页 那其实就是index这个网页 那目标框架就选择整页 就是底线top这个 按确定就好了